英文科的发展 学校也相当重视英文科的发展 尤其是为学生搭建很多不同的英语学习的机会和平台 而学校也调拨了很多资源在英文发展方面 包括我们也动用了学校的拨款 多聘一位英文科的外籍老师 而诗词方面 我们老师的英语水平也相当高 从而在日积月累的课堂当中 学生在老师身上 也可以有学习英语 运用英语和喜爱英语的机会 另外学校的课程方面 也多谢副校长、英文科主任的带领 同事的努力 我们也将一些公开考试的元素和内容 和我们校内的英文科课程结合 让学生在恒常的学习当中 也都有一些公开试的认证要求 在当中 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就不会变得太吹谷 国际认证的考试 对学生的帮助 我们觉得是相当之大 我们也是相当之重视这方面的培育 好处在哪里呢 其实有几方面 第一就是对小朋友来说 他有多一个途径去接触不同的语境 尤其是英语方面 第二就是他们有多一个的优势 当他考取公开认证的时候 他们的英语水平也得到一个客观的认证和一个肯定 对学生声钟来说也有相当大的帮助 在每间学校的英语水平 可能外界都难以测度得到 但如果透过一些Tofo Junior 或者一些认证的课程 其实可以给到一些中学的校长 或者老师知道 学校的水平是有一个国际的标准 已经是去到哪个level 大家好 大家无论是家长、同学 甚至是老师 都很希望知道 学生学英语的过程里面 怎样能够出类拔萃 第一 我们在课堂里面 学习效能是找得很重要的 老师是要全英语去教学 同学都在小一开始 亦都要运用全英语去学习 如何掌握课堂会 解释他们所学的内容 我们这里由一年班开始 就在我们英语科的课堂里面 是一个首要的任务 第二就是在课程的设计上面 除了课本的知识之外 学生学习语文的能力 包括阅读的能力 寫作和说话的能力 都需要透过课程去剪裁 配合适当的教学材料 然后加上老师在课堂上 一个严谨的要求 整体来说 我们在旧世君田家兵学校的 英语科程 由一年班开始 就有各项的元素 我们将一些公开试的课题内容 已经配合在我们自己的 校本阅读课程里面 相对于一些公开试 例如Tofu Junior 他们会考核一些历史范畴的 或是考核一些科学范畴的篇章 我们的老师是有能力去 筛选相关的阅读材料 放入我们自己的 英文科的校本阅读课程里面 换言之 同学在平时四五六年班的阅读课里面 已经涵盖了 某一些类别公开试的 一些主要的单元 或者是课题 可能很多同学都会留意到 高年班的同学 阅读的范畴很少读历史项目 或者是读科学的项目 所以在我们学校里面 我们从四年班开始 就将这些元素 按着不同的程度 就放入了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所以同学到相对一些 考核的阶段 他已经有能力 和有信心去处理相关的考试题目了 这里都是我们过往 花了一些时间 将某一些 我们觉得有利学生 去学习的一些 公开试的范畴 就放入我们的课程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